而在本地,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在关闭了将近四个月后 将在这个月底开始与某些日期与时段开放 庙方将采取一系列措施,包括首个周末不开放 而另一个周末需要凭借着门票入庙以更好的控制人流 确保信众能够安全上香祈福 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表示 将在这个月27号开始,从早上7点半开放到傍晚6点半 为了人流管控和更好的实行安全距离措施 观音堂重开的首个星期,只限星期一到星期四开放 而星期五和周末,也就是7月31号到8月2号则继续关闭 至于重开后的第二个星期,星期五和周末 也就是8月7号和8月9号,这三天也会开放给信徒 不过公众必须凭门票入庙 信众需要根据入庙的日期和时段 发电邮到特定的邮址,申请入门票 庙方表示,在这些特定的日子入门票有限 所以不是每名申请者都将获得门票 只有手持合格门票的公众才会获准进入 观音堂也表示,8月10号之后开放时间 将张贴在庙内的布告栏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